同学们好 我叫张芳 我是同志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讯工程系 电子信息工程家园史的一名教师 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程 我们这门课呢 采用的教材是由这个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 有陈贝清主编的 数字信号处理教程 这本书 是采用第二档 首先让我们来对这门课程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第一个基本概念 主要介绍信号系统和信号处理 这三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信号呢 信号是信息的物理表现形式 是传递信息的函数 那么按照信号的特点的不同 信号可以表示成一个或者几个独立变量的函数 如果说呢 只有一个独立变量 这个信号 比如说像语音信号 它是一个时间函数 这种的信号 是一维信号 我们称它为是一维信号 那么如果 有两个独立变量的 信号 我们称它为是二维信号 比如说一幅黑白图像 它是空间坐标的函数 它的变量是xy值 它的函数值是灰度或者是亮度 那么如果是多个独立变量的信号 我们称它为是多维信号 比如说像一幅彩色图像 它不光是空间坐标的函数 而且是IBB的函数 就比如说一个视频信号 那么它除了是空间坐标的函数 还是时间坐标上的函数 那么我们这门课呢 只对这个一维信号做研究 信号的座别量 可以是时间 像语音信号 它就是时间函数 那么也可以是空间 像坐标 我刚才讲的黑白图像 这是一个空间坐标的函数 那么它还可以是这个温度 距离 电压等等物理量 那么我们这门课呢 主要涉及的信号呢 一般都把它看成是时间函数 那这样呢 我们只研究一维信号 只研究时间信号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本课 只研究这个一维时间信号 那么针对信号 不同的课点 它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说信号 我们根据这个信号是否呈现一定的周期信 可以把这个信号分成周期信号和非周期信号 那么也可以把这个信号分类成这个确定信号和随机信号 那么什么是确定信号 当这个信号在任意时刻的取值能精确确定 我们称它也是确定信号 如果说这个信号 它在任意时刻的取值不能随意精确的确定 它是随机的 那么这个信号是一个随机信号 信号还可以分成能量信号和功率信号 什么是能量信号呢 就是说能量有限 这个信号我们称它是能量信号 那么一个有限场的确定信号 那么它肯定是一个能量信号 那么如果说能量无限 功率有限 那么这个信号呢 我们称它是功率信号 比如说一个 随机信号 它是一个功率信号 比如说一个 周期信号 它也是一个功率信号 因为它们都是能量无限的 那么信号的分类 还有一种分法 是很重要的分 对我们这门课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么就是把它分别成 连续时间信号 离散时间信号 和数值信号 这么三类 那么这个我们详细介绍 这样的分类呢 是按照这个 资源量和函数值的取值形式不同来分类的 我们说 这门课只研究这个时间 一尾时间信号 因此呢 它这个资源量呢 是时间 那么大概函数值 我们称它为是幅度 就这里 我们信号 称它为这个信号幅度 当这个时间和幅度 都是连续的时候 像这样一个信号 时间和幅度都是连续的 那我们称它为连续时间信号 也叫模拟信号 当这个时间是离散的 而幅度是连续的 像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对这个模拟 这个信号的整间和太阳呢 它是时间上是离散的 而它的幅度 它是还是连续的 这样的信号 我们称它为是离散时间信号 那么我们对这个幅度 再进行量化 这个 我们这个信号 它是连续的了 我们对这个信号 就在幅度上进行量化 也就是说 它的幅度是量化 也是离散的 那么时间也是离散的 这样的信号 我们称它为是数值信号 好 接下来 我们来 再来了解 什么是系统 系统 是将信号进行处理 或者进行变化 以达到人们要求的各种设备 系统可以是硬件的 也可以是软件编程实现的 那么 分配所处理的信号种类不同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系统 分成这个连续时间信号系统 也叫模拟信号系统 离散时间信号系统 和速度信号系统 当然了 系统的分类还可以有其他的分类方法 比如说看这个系统 它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那么也可以分解成这个 缺线系统和非线性系统 那么看它是 是不是实不变的 还是实变的 那么又可以分成实变系统 和实不变系统 那么还有因果系统和非因果系统 稳定系统和非稳定系统 等等分类方法 再看信号处理 信号处理是研究 用系统对含有信息的信号 进行处理 进行变换 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信号 从而达到提取信息 便于利用的一门学科 那么信号处理的内容呢 包括这个滤波 编换分析 骨质 检测压缩识别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 加工处理 同样的呢 针对这个 处理的这个信号的 种类的不同呢 我们又把这个信号处理 分类成模拟信号处理 和数字信号处理 以前呢 因为多数科学和工程 遇到的呢 都是一个模拟信号 因此呢 比较多的研究呢 是模拟信号处理的 这个理论和实现 模拟信号处理呢 它是通过一些模拟器件 比如说晶体管 比如说这个 像这个电容啊 电阻啊 电感啊等等 能完成对信号的处理 那么这种模拟信号处理呢 它难以做到高精度 所以环境影响比较大 可靠性也比较差 而且呢不灵活 那么随着这个 大规模基层电路 和数字计算机的随手发展 以及呢 60年代以来 就是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和技术的成熟和完善 用数字信号处理 那已经呢 逐渐了取代了模拟信号处理 那像 比如说像这个系统 就是一个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它是用这个加法 层法 延时 这样的一种 数字计算 的一种方法 来完成对这个信号的处理的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呢 这个数字信号处理 它是一种数字运算 像这个系统 这个是个模拟系统 这是一个数字系统 这两个系统 同样的都是一个高通力波器 它们完成的这个 就是说实现的 实现的这个功能是等价的 只不过说呢 这个呢 它是一个模拟器件来完成的 这个呢 用这个数字运算单元来完成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这个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 这个基本组成和实现方法 DFP 就是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号系统的基本组成 我们看这个框图 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数字信号 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那么 直接就是把这个数字信号 输入的这个数字信号处理器 经过数字信号处理器进行运算 进行变换 进行处理 得到输出 它同样是一个数字信号 那么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模拟信号进行处理 模拟信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那么首先呢 我们对这个模拟信号进行数字 模式转换 比如说这是一个模拟信号 输出进来 那么首先对它进行数字信号处理之前 那我们要对它进行 模式转换 通过一个前置预流波器 把这个 一些 高频分量 把一些照分啊 一些不需要的这个 频率成分滤除掉 然后呢 对它进行 模式转换 得到这个数字信号 再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器 进行处理 进行变化 进行数字运算 以后 它的输出呢 是一个数字信号 那么我们希望得到输出这个模拟信号 那么再通过数模转换 经过用模拟律波器 来得到这个数字模拟信号 得到模拟信号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图 这是一个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 那么首先呢 我们对它进行模式转换 那么第一步 是对它进行本间的采样 就是把这个时间离散化 时间离散化 然后就这样 得到这样 时间是离散的 它的幅度还是连续的 大家看 幅度还是连续的 那么然后呢 下一步呢 把幅度进行量化 对幅度进行量化 得到这个数字信号 就是时间离散 幅度也是离散的 数字信号 对这个数字信号 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得到输出 YN 才是一个数字信号 那么 再对这个数字信号 数目转换 能够到这个模拟输出 这个呢 是对模拟信号 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的一个过程 那么数字信号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 实现方法呢 主要有这么三种 软件实现法 硬件实现法 和DSP芯片法 软件实现法呢 它是按照这个 数字信号处理 的原理和想法 自己编写程序 或者呢 采用已有的这个程序 在通用计算机上实现 这种软件实现的 这种软件实现方法 它的优点呢 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因为它只要修改系统参数 就可以改变系统的性能 它的缺点呢 是运算速度很慢 因为它是软件来实现了 就很难保证系统的实时性 这种软件实现法呢 适用于这个教学和科研 第二种方法 硬件实现法 硬件实现法呢 它是按照这个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 这个具体要求和方法 设计硬件结构图 硬件结构图 用乘法器 加法器 延时器 控制器 乘储器 和这个输入输出接口 等等部件 来实现 那么另一件实现方法 它的运算速度就很快 可以达到这个实时处理的要求 但是它很不灵活 它不像软件实现法 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它要改变系统性能的话 需要重新设计 第三种方法 叠奇芯片法 DSP芯片法呢 是目前发展最快 应用最广的一种方法 DSP芯片法 结合这个数字信号处理的特点 在这个DSP芯片里面 它内部配有乘法器 累加器 它的结构上呢 是采用这个流水线工作方式 以及的并行结构 多种线 而且呢 它又适合这个数字信号处理的各种指令 它这个DSP芯片呢 它是至少呢 它是一种可以实现高速运算的一种 一个微处理器 它是这是一个微处理器 它可以实现高速运算 DSP芯片法呢 它既有软件的灵活性 既有软件的灵活性 又有硬件的实时性 因此说呢 DSP芯片法是目前发展最快 应用最广的一种方法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辅助信号处理的特点和印号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辅助信号处理系统的特点和应用 因为这个数字信号处理 它的直接对象 它处理的对象 它是信号 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 处理的方式呢 它是数字运算 刚才我们讲的 数字信号处理 它的实质 是数字运算 那么相对这个模拟信号处理 它具有很多优点 除了有哪些呢 有这些 高灵活性 数字信号处理 它的性能取决于系统参数 它的这些参数呢 陈储在陈储其中 很容易改变 因此呢 系统性能很容易改变 甚至设计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那要改变一个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处理系统 就麻烦了多了 因为它是用模拟原器件来实现的 那你改变一个系统 可能要就是更化模拟原器件 或者呢 也许从这构上 或者各方面 都可能要做特别的改变 那么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它还可以实现高精度 模拟系统的精度 它是由模拟原器件来确定的 它精度很难达到 10的-3次方以下 它受这个模拟原器件的精度的限制 而这个数字系统 它是由这个二精致的 有限自常来决定的 它只要是负位 就可以达到10的-4次方 那么 自常越长 它的精度就越高 因此呢 在一些高精度检测系统里头呢 一般都是采用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还可以实现高稳定性 怎么讲呢 模拟系统 因为它的模拟原器件 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外界环境 比如说温度 温度改变了 比如说有很大的噪声 比如说有电磁感应 等等 外界环境变化 那么对这个模拟原器件 它的影响很大 那么对这个整个系统 就有影响 那么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就差 而这个数字系统呢 它只有两个信号电频 不是零就是一 它这个环境的影响 极小 因此呢 这个数字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另外呢 这个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还具有容易大规模集成 十分复用 容易层储 容易运算 容易获得 高性能指标 等等 容易 很容易实现这个二维和多维的处理 实现这个模拟信号系统 无法实现的这个信号处理 比如说像这个电视系统中的画动画 多方面 以及各种视频特技等等 等等 等等 模拟信号处理系统 无法实现的信号处理 正因为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它有这样优越于模拟信号处理系统的 特点 因此呢 这个数字信号处理 它的理论和技术 在 1965年开始 一出现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发展非常迅速 今年30多年 就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包括各种快速和优良的算法 那目前呢 已经可以广泛的应用的 像语音啊 雷达啊 声纳啊 地震啊 啊 图像啊 通信 控制 啊 生物医学 遥感遥测 像航空航天 故障检测 自动化仪表 啊 地质勘探 等等等等领域 可以说呢 数字信号处理 是应用最快 成效最显著的新学科之一 那么数字信号处理 它的这个理论和技术呢 还是目前高纯理论和技术 强有力的基础 比如说像 人工智能啊 模式识别啊 等等 这个 高纯理论 啊 数字信号处理是基础 以后 我们接下来 我们开始学习第一章 这一章呢 主要学习 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 要掌握序列 的概念 以及呢 几种典型序列的定义 掌握序列的基本运算 并会判断序列的周期性 第二点 要掌握 线性 一步变 因果 稳定的离散时间系统的概念 并会判断 就是说 要掌握线性离散时间系统 什么是线性离散时间系统 什么是一步变离散时间系统 什么是因果离散时间系统 什么是稳定离散时间系统 啊 掌握他们的概念 并且呢 会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线性系统 是不是一个离不变系统 等等 要掌握线性 一步变系统 及其因果性 稳定性 判断的通要条件 第三点 要理解 常细数线性 插针方程 以及 别再把求解 单位抽样响应 第四点 了解对连续时间信号的 实域抽样 掌握了快速抽样的定理 了解抽样的恢复过程 了解抽样的恢复过程 那么这一章的作业呢 有这些 啊 第四十二页 啊 这个这么些题目 啊 希望同学们 嗯 随着讲课的进行 啊 集数的做好作业 啊 你光骗我一点 光骗我讲解 不做作业 不做时期 那是掌握 掌握不了多少 好 第一章 离散时间信号系统 首先学习第一节 离散时间信号 序列 那么怎么是序列呢 序列 是 啊 我们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 一个信号 它可以是 本身是一个离散时间信号 比如说 像一年当中 每个月的平均 温度 啊 那么一月份多少度 二月份多少度 三月份多少度 那么它本身是一个离散时间信号 是吧 这个本身 这个信号本身是一个离散 啊 那么 你直接把这些信号 乘 乘处的乘处去里头 那么直接 就是 这它进行信号处理 直接就是一个离散时间信号 那么大部分情况 我们都是 对这个 啊 第一节 离散时间信号 序列 我们现实的 现实的信号 啊 现实中的信号 有离散的 也有 连续时间 连续的 啊 离散的 比如说像 啊 一年中的 每个月的平均气温 比如说一月份多少度 二月份多少度 那么它本身是一个离散时间信号 那么大部分 大多数的信号呢 它是一个连续时间信号 也叫模拟信号 啊 那么 对于这个 模拟信号处理 我们说 对它进行输入信号处理的话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模拟信号进行采样 啊 那么 我们在了解这个 序列的 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从这个模拟信号 对它进行采样 来理解它 啊 序列 对模拟信号进行等间隔采样 采样间隔为T 那么 就得到这样一个信号 这是一个模拟信号 XT XAT 啊 令T等于NT 啊 这个T是采样间隔 啊 那么得到这个XANT 那么这个N呢 从负五群到正五群 啊 N取整数 啊 那这样子呢 对于不同的这个N值 这个XANT 它就是一个有序的数字序列 啊 比如说 从那个XA-T XA0 XAT XA2T XA3T XA4T 等等等等 啊 一直到N等于正五群 那么这个数字序列 就是离散时间信号 那么在实际的信号处理当中呢 这些数字序列值呢 是N顺序的 乘放于这个乘土其中 此时呢 这个NT代表呢 仅仅是这个 乘放在这个乘土其中 它的一个前后顺序 那为了简化呢 一般不写这个采样阶格 啊 直接形成这个N XN序信号 我们称这个XN信号呢 称它为是序列 那么对于 具体的信号 这个XN 它代表是 代表的是这个 DN个序列值 啊 就说 N等于0的时候 X0 那么表示就说 N等于0的时候 它的系列值是 是多少 那么这个值是多少呢 它的数值上 是等于信号的采样值 啊 就是N等于0的时候 X0 啊 它是等于 XA0 就是说 N等于0嘛 N等于0 T等于0 那么 到N等于1的时候 X1 它表示的是 就是 在1这个时刻 它的序列值是X1 那么在数值上 等于多少呢 等于是 SSA大T 1T 大T 就是T 小T等于大T 这么 这个时刻 它这个模拟信号的 这个值 啊 就是信号的采样值 啊 那么这个 XN呢 它指在 N为整数时 才有意义 啊 N不等于整数的时候 它是无意义的 啊 不是说 呃 呃 呃 N不等于整数的时候 它的值等于0 这是不对的 啊 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N不等于整 不是整数的时候 它是无意义的 啊 只有N是整数的时候 它还是有意义的 啊 它的数值呢 是等于这个 N时刻的 这个序列值 啊 就是 信号的采样值 接下来我们介绍 序列的运算 序列的运算 包括仪位 三则 核 积 累加 差分 时间尺度变化 和卷积核等等 首先来介绍仪位 一位指的是 啊 是某一个序列 XN 当N大于0时 XN-M 表示的是 这个序列 XN 逐向依次延时 逐向依次 又移M位 XN加 N加M 指的是这个序列 XN 逐向依次 也超前 也就是 左移M位 比如说 这么一个序列 XN 啊 有 N等于-1的时候 它等于2 N等于0的时候 等于1 N等于1的时候 等于1.5 等等 那么当这个 M等于2 啊 我们假设M等于2 啊 XN-2 表示的是 XN这个序列 逐向依次 延时 又移 两位 啊 逐向依次延时 两位 逐向依次 又移两位 啊 也就 什么意思呢 当这个N 在XN这个序列 N等于0 这一点 它的序列值是1 那么它延时了两位以后 啊 延时两位以后呢 这个1这个序列值 啊 跑到了这个N等于2 这个时刻 啊 对这个N解 XN解2 这个序列来说 那么 也就是说 N等于2 这个序列值 等于 原来的这个序列 XN的 N等于0 这个时刻的序列值 那么 XN加2 指的是 对这个XN这个序列 逐向 左移N位 左移 左移两位 啊 那么也就是说 N等于0 这个时刻 这个序列值 跑到了 N等于-2 这个位置 啊 这是1位 帆子 帆子 XN的帆子 而是X-N来表示 X-N是以这个N等于0的重轴 啊 就是这个N等于0 啊 这个重轴 啊 为对称轴 加序列XN 加以帆子 加以帆子 那么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N等于1 这个点啊 这个N等于1 这个点 等于1.5 那么 以这个N等于0 这个重轴 为对称轴 对它进行翻转以后 就 对这个X-N来说 就是N等于-1 这个点 啊 它是1.5 啊 而这个X-N N等于-1 这个点 那么经过 以N等于0 为重轴 为对称轴 啊 以N等于0的重轴 为对称轴 翻转以后呢 就相当于这个N X-N的N等于1 这一点 啊 这是翻转 第三个运算 和 XN等于X1N 加X2N 求和运算 表示的是两个序列的 两个序列 同序列号N的序列值 同序列号N的序列值 主向定义相加 构成了一个新序列 那么就是两个序列的和 比如说这么一个序列 啊 这是一个序列 这是第二个序列 两个序列相加 那么就是说 序列号相同的这个序列值 主向定义相加 当我们来看 当N等于-1的时候 这个序列 第一个序列 它的序列值是2 第二个序列 它的序列值是0 两者相加 那么 它的和是2 当N等于0的时候 啊 这个序列值是1 这个序列值是1.5 那么它两者相加 是2.5 那么N等于1的时候 1.5 2相加 等于3.5 啊 这是求和运色 啊 是两个 两个序列 同序列号的序列值 主向定义相加 G 指的是两个序列 同序列号的序列值 主向定义相成 啊 那么同样的 对于这个序列 和这个 X2N X1N和X2N 啊 两者相成 同序列号的序列值 对应相成 N等于-1的时候 2乘以0 等于0 啊 N等于0的时候 1乘以1.5 等于1.5 N等于1的时候 1.5乘以2 等于3 啊 等等 这是 两个 两个 两序列的相成 成绩 累加 累加运算 指的是 对 X2N这个序列 从 费物穷 加到N 累加运算 准备是 对某一个N0上的值 啊 它等于这 这个N0上的 XN值 以及N0以前的 所有N值的 X值之和 什么意思呢 啊 比如说 这个N等于-1的时候 这个N等于-1的时候 它的XN等于2 那么 N等于-1的时候 这个YN 就是累加的 结果呢 YN呢 就是说 N等于-1的 序列值 以及 N等于-1以前的 所有序列值的 累 累加 啊 累加 那么它是等于-2 因为它序列值 前面都是0 啊 那么累加是-2 那么N等于-0的时候 啊 主要是 它的累加呢 是指 N等于-0的 这个序列值 以及 N等于-0以前的 所有序列值的累加 啊 所有序列值的和 啊 那么就是 1加上2 还有以前的 这些都是0 啊 那么等于-3 那么N等于-1的时候 啊 啊 1.5 加上1 加上2 啊 加0 以前 等于-4.5 啊 N等于-2的时候 啊 -1 加1.5 加1 加2 等于-3.5 啊 N等于-3的时候 啊 那么把这个 这里XNN等于-3的时候 3的序列值 0.5 以及 N等于-3 以前的 所有的 这个序列值 把它累加起来 得到-4 啊 那么N等于-4的时候 这个N大于等于-4以后 XN都是0 啊 那么他们 N大于等于-4以后 它的累加 这是前面所有的 这个序列值之和 啊 那么因此呢 N大于等于-4以后 它的这个累加 都是等于-4 啊 那么累加以后呢 这个序列 它是一个无线长序列 啊 也就是说N大于等于-4以后 YN都是等于-4 这是累加 差分 差分分前向差分和后向差分 那么什么是前向差分呢 XN 啊 前向差分 指的是XN加1 减去XN 那么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XN这个序列 首先求它的XN加1 那么XN加1 实际上呢 就是XN的 左一亿位序列 啊 这个XN加1是XN的 左一亿位序列 然后呢 这个XN加1 减去XN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序列 对于同序号的序列值 逐向对应相减 这个XN这个序列值 那么得到的这个是前向差分 好 那么后向差分呢 是XN减去XN减1 那么指的是呢 对XN 首先逐向右一位 得到XN减1 啊 这是这个XN减1 那么把这个XN减去XN减1 啊 也就是说 同序号的这个序列值 定应逐向相减 得到这个后向差分 那么再来看 前向差分和后向差分 它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啊 从这个结果里头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前向差分 是后向差分的 左移一位序列 啊 也就是这个 前向差分 是后向差分的 左移一位序列 那么相应的 后向差分 是前向差分的 右移一位序列 啊 右移一位序列 那么这个呢 是 差分 还有一种因素 时间尺度变换 时间尺度变换 有两种 一种是抽取 一种是差值 那么实际 什么抽取呢 它指的是 对于这个某一个序列 XN 啊 把它变换 时间尺度为 XMN 啊 这个M 为正整数 那么这个 XMN 实际上呢 就相当于 对这个 XN这个序列 每个M点 取一点 每个M点 取一点 那么实际上 如果这个XN呢 是从连续时间 信号抽样得到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 把彩样间隔 提高了M倍 啊 假如说这个XN 从这个XAT 这个连续时间 信号 彩样得到 啊 T等于NT 彩样得到 这个XN 那么这个XN 实际上相当于 令这个T 等于MNT 对啊 那么就得到 这个XMN 啊 那么 称这样的运效 为抽取 抽取运效 啊 这个序列 XMN 是 XN的 抽取序列 啊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 呃 同样的这个XN 这个序列 我们来看它 X2N 啊 也就是 N等于2的时候 啊 那么也就是说 对这个XN 每间隔 两点 取一点 啊 那么到N等于0的时候 啊 它这个 X2N 会等于0 啊 那么间隔两点 把这个第一点 把这个第一点 舍掉 啊 N等于2的时候 就相当于 X2N的 N等于1的时候 这个点 啊 那么到 这个N等于3 这个点 舍掉 那么N等于4的时候 这一点 相当于 X2N的 N等于2 这一点 好 这是 X2N 序列 啊 是XN的 抽取序列 两倍 抽取序列 那么再来看 差值 差值 是XN 分子N 那么它指的呢 实际上就是说 对XN 这个序列 每间的N点 差值 啊 使这个抽样间隔 降低 啊 这样的 得到的这个 XN 除以M 啊 是XN的 差值 序列 好 还有一个 印象 很重要的一个印象 就是转积核 啊 那么 这个转积核呢 我们下一讲再讲 好 这一讲就讲这些 我们下转积核 我们下转积核